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事 欢迎收听Howard的关键英语教室 周一到周五 每天带给你反应社会脉动的关键字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Howard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会让人怨声载道的情况 叫做Drive someone up a wall So when you drive somebody up a wall 把人家逼到墙壁上去了 意思就是让人家很生气 激怒了他 他真的是无路可走了 就是不要逼我啊那种感觉 就是When you drive somebody up the wall 人家想说为什么要逼我 Somebody up the wall其实很有趣 因为他也没有很明确说 到底大家是怎么上到墙壁上去 所以这个词讲出来的时候 每个脑海中画面我觉得也不太一样 就是If you drive somebody up the wall 或者是up a wall 那就是他可能是气到走路走上去 或是跳到墙上 都算是up a wall 或是把自己盯在墙壁上那种感觉 就是逼到走投无路的感觉 然后他真的很气很气受不了了 他就只好冲到墙壁上去了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延伸联想吧 你一定听过的词叫做Drive somebody crazy 就是It's driving me crazy It's driving me nuts 真的都是把我逼疯了 我要疯掉了 那If you driving me up a wall 也是这种类似的意思 就是逼到我真的是 没办法受不了了 无路可走 就气到不行 或是让我觉得很无力 无奈 也都算是被 应该说driven up a wall 被人家逼的 因为我在想他的那个PP是什么 就是Drive drove driven Drive drove driven 就是过去分词 就是被动的话 你叫接 They're driven up a wall 被逼上一道墙 这种感觉 但我们也比较常用主动态 就是Drive somebody crazy Drive somebody up a wall 把他冲到 逼他上墙 真的让他暴跳如雷 这种感觉 好 那也有另外一个类似的表达方式 跟Drive也有关系 就是Drive somebody round the bend Drive somebody round the bend 它字面的意思叫做 开车载着人转弯 载着我转弯 那其实意思也是说 让我觉得 很极度烦躁 恼火 因为那个band 不是那种舒服的 smooth turnaround 不是那种轻松 舒服自带的转弯 band是急转弯的感觉 因为band是 比方我们讲说弯腰 或者是弯膝盖 Bend your knees 或是Bend down 弯身下去 所以它那个弯 它有一种急转的感觉 通常有一种类似 会让人想到直角型的那种转弯 那当然就很不舒服啊 所以If you drive me round the bend 绕着这个转弯 在那边绕来绕去 我就很不舒服 好 所以Drive somebody crazy Drive somebody up a wall Drive somebody round the bend 都是类似的意思 可以出去观察感受一下 它的不同语境的时候 大家是怎么使用的 我们来听例句 No.1 The constant noise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Next door Is enough to drive me up a wall 真的是很受够了 隔壁那个连续的施工声 那种construction site 工地 Next door Is enough to drive me up a wall 就光靠这个声音 我就已经受不了了 忍无可忍 法子抓狂了 这种感觉 Drive me up a wall 每天叮叮叮叮的转 那种声音 真的会让人受不了 精神会耗弱 No.2 Her indecisiveness about where to eat Always drives him up a wall 这边讲的是一个女生 她的犹豫不决 每次都让男生受不了 每次都气到炸掉 就是到底要吃什么 嗯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很好 不知道怎么办 都可以 那你要吃这个吗 不要 这种就是indecisiveness 真的是受不了 所以这边 真的是driving him up a wall 把他逼疯了 好 因为他这个女生有indecisive about where to eat 每次都很难决定到底要吃什么 不是网路密传一个给男生的绝招吗 好我这样讲有点性别客丸印象 可是大家就姑且听之 我觉得反过来如果男生很indecisive 很犹豫不决的话女生也可以用这招来对付他 就是跟另一半聊天的时候说宝贝你猜我们要去吃什么 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去吃寿司吗 你就说对你怎么知道 等于让他讲出答案 这是一个大绝招 就是他说好饿啊 要吃什么 你就可以说你猜啊 你猜猜看啊 然后他一猜通常就是他最想吃的嘛 所以你就说对你怎么知道 好这就是当一个好男友好女友的一个绝招 好但是我觉得不要让另一半知道你懂这招 不然就会比较康就不好用了 所以大家可以默默收藏起来 好下一个例句 The never ending paperwork at the office is starting to drive someone up the wall 讲的是paperwork 文书工作 never ending我觉得是关键字啊 就如果你做一个工作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感觉 when you feel like it's never ending 就会让人慢慢的被逼疯 at the office is starting to drive everyone up the wall 可能是太繁琐的一些文书工作 而且感觉never ending 永远整理不完 就会让人很心累 很无力 就是算是driven up a wall的一种概念 drive up a wall补充一个故事 通常讲的是说让人很懊恼 或是失去耐性 就是when you lose all your patience 这种概念 比如说隔壁邻居很吵 人际关系里面朋友永远都优柔寡断 你就会觉得受不了 可是你讲出drive me up a wall的意思就是 真的已经很生气了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身边朋友的底线如果被碰触到 他有这种情绪反应的时候 就是不要到了这么白目 到这种时候才醒来 而是要注意 有没有人家默默的好像感觉不太舒服 我们都是可以再多多关心的 Don't drive people up a wall 我是会走路的翻译机浩尔 关键英语教室 学新单字 知天下识 我们下次见